就是由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 其實我會覺得做這個數碼化或者數碼營銷 就不是由一個狀態去轉換到另一個狀態 而事實上是應該重新去創造一個完全新的狀態 所以剛才我在大會裏面分享了 第一,這個網絡的購物其實不是一個輔助性的渠道 亦都不是一個廣告的費用 實際上是一個主要的銷售渠道 將會是一個主要的銷售渠道 還有第二點,我剛才和嘉賓一起分享的是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想重新創建一個新的零售目標 這個結果是要用一個全新的概念 是一個概念,是一個mindset 並不只限於科技或者怎樣去做那件事 其實怎樣去做或者科技一早已經存在在這裏 科技昨天有了很多年,在科技上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最新的,最需要新的 是大家的理念,大約大家怎樣去想 五部的嘉賓都和我一樣,心情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GS1的號召 我想我們每一千都有幾百個朋友 我們很久都沒有親身見過面 我想很難得的疫情亦緩和了很多 令到GS1有這個號召力 令到我們幾百位業界的朋友 大家都一起在這裏交換交流 我們對於未來的發展是怎樣 一起去交流 這件事非常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